好 台通過年要抱大家一個好康的 講到春節送禮一定要品味 那要介紹大家什麼禮盒呢 就是方之滴雞精推出的日月養生 基於饗宴禮盒 最特別就是它裡面還有附一個 匠人手工精緻的天木柚品名杯 而且它雞精的口味啊 濃醇沒有腥味 除了口感好之外 還有這個不加一滴水的營養 這個當然就不用多贅述了 那另外它日月養生滴魚精呢 還有這個深海魚卵鼓樹 可以幫助長輩出門自在的啪啪照 現在只要下單滿兒呢 還可以參加新春超黃金 999金條活動 趕快上資訊來了解詳情 怎麼樣可以下單滿兒呢 就是全部都送 自己的父母 太座的父母 還有你太太本人 都給他送下去一個都不能少 禮盒給他們 金條給自己 星期一的早上 中秋連假有三天 記得大家星期三看看有沒有我喔 歡迎收聽筆友青紅燈 這一題呢謝謝斗內的朋友 他說和另外一半都很喜歡三件客 有時候會一起聽 有幾集呢提到 要如何不傷和氣地拒絕老公的求歡 我老公在睡覺不拿麥克風 有幾集提到 如何不傷和氣地拒絕老公求歡 對我一直在指示 我想說人氣把那邊指在指 我沒有要邀請他 但是我想要叫你看他 然後呢 然後呢 他說他的另外一半在旁邊 很認真地問我說 難道對老婆很有興趣不好嗎 他還要用史瑞克的 靴貓那個裝可憐的眼神 他括號說我們大概四十歲 他的意思感覺是這個年紀 還對老婆很有興趣不容易 感謝 希望可以聽到工程師的看法 他說因為他的另外一半 也是軟體工程師 然後他說阿寶都會回我的留言 好開心啊 球姐的匿名工程師 他想問你 難道你現在到了像你這樣四十幾歲的年紀 你會覺得說 我還對你有興趣是看得起你 會這樣嗎 所以他是男生來嗎 他是女生啊 他是女生 然後他說 反正呢 他只要聽到我們在講說 因為我們的節目 畢竟常常在講說 如何不傷和氣地拒絕老公求歡 另外一個 他的另外一半 對他的另外一半就會說 難道說女生不喜歡老公 對他感興趣嗎 你有很喜歡嗎 我也沒有很喜歡 所以我也很常聽老公講這句話 對啊 老公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心裡是怎麼想的啊 心裡就是 想說有嘗試有機會 可是你心裡會覺得說 老子對你還有興趣 你應該感恩了 是這樣嗎 不至於 不需要用這種心態吧 對啊 他想問你的心態 我的心態嗎 我剛才就講了 你明明就也說過這種話吧 有問有機會 他是有問有機會 他不是想說老子對你還 還有興趣 你應該感恩開心 喔不是 那我老公是那種 有點 委屈的抱怨 所以啊我們就是這一題 他就是想要請問工程師啊 不是說工程師說的 有問有機會 他還是在說有問有機會 可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呢 年過四十的男人真的會覺得 我對你還有興趣 你應該感覺 你應該要欺福嗎 這個角度很奇怪啊 你不覺得嗎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指 他大部分平常的說 他的興趣都在別的女人身上嗎 沒有啊就是 那個老公可能會覺得說 我對你還有興趣 你應該欺福了 而不是這樣拒絕我吧 你應該接受這份恩典 而不是還要拒絕我吧 你懂我意思嗎 我懂你意思啊 對啊 你是什麼心態 快點 他想要知道 他就是大男人心態啊 所以你不會 你已經沒有這份大男人心態了嗎 我不用我不用 我記得以前有一陣子 你還是會有一點這個心態 那很久以前了吧 所以你有過對不對 那很久以前啦 後來發現 我們也不會 因為你說了這一兩句話 就知福心 當然不會啊 不會啊 我們反而覺得你是神經病喔 我老公也是這樣講啊 但我們就一句去講 對啊沒有 沒有要理他 然後最後他就講 他也就是變得可憐一點 就是說 我也只能找你 我不能找誰 喔 難道你要叫我去找誰 右手啊 不然你告訴我 媽媽生虎口給你是幹嘛的 你幫我找一個 那我可以去找別人 我說你去啊 對啊 那他也不敢 而且你要說你去啊 好可怕喔 對啊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虎口這個東西 生來是幹嘛的 沒有什麼特別 我任何 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 是特別要虎口去做的吧 虎口 你一定沒有看過 誰啊 什麼 太空漫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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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虎口的 有重大的解釋 有重大的虎口的 重大發現嗎 人類就是從虎口開始的 喔 喔 OK 因為既然人類都是從虎口開始 你就 當你以後如果你老公有這樣的話 跟你講話 你就請他去找虎口 對對對 虎口一定會充滿感恩的 對 接受他 對對對 就是人類的那個 來源 人類的起源的寶劍 對 對 要一直維持他的機能 才會有人類的起源 對 沒錯 可是你不覺得 仔細想想 他今天也是有點委屈啊 他確實也不能找別人 對啊 所以我今天也是正委屈的 那怎麼辦 只是有時候會生氣 有時候會生氣 有時候是會委屈 有時候是 懊惱之類的 是我哪裡不夠厚 你說他有非常多的情緒 對 但他要講出說 我 我什麼 什麼 我只能找你這種 就是我找你這樣子 他會有各 同樣一句話 他會有各種不同的情緒 各種 對 難道你要叫我去找別人嗎 對 難道你要叫我去找別人嗎 我還叫我去找別人 我只能找你 難道我只能找別人嗎 對他有很多情緒 你知道我多想要找別人嗎 我就說你去啊 我們在演藝 你要跟我七種情緒 他有各式各樣的情緒 我都聽過這樣子 他可以演 他可以有幾種情緒表達嗎 他有晚上大概會到 大概約摸到凌晨四點 大概就有六種 你說二十四個比例 對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但是我全部都是冷冷的處理 所以我才會看到這麼多 你如果說第一個就處理了 你就看不到第二個 所以我就是把他放著 所以 到約末四點鐘他就喝醉了 所以那個 所以因為這個 這個網友說他的老公 有時候也會一起聽我們節目 抱歉 所以老公如果你聽到這一段 你就會知道 不管你有什麼情緒 再問老婆這件事情 老婆之後都 不把你當一回事 都像我和人情報一樣 超莫名其妙的 因為已經 因為如果你講出 對於我來說 如果沒 可能用一些別的暗示 或是什麼的 也許會成功 可是當你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代表是今天 我絕對不可能 因為我一聽完這個話 我今天當時的情緒 已經不行了 我沒有辦法 放下這件事情 或是 好啦好啦 然後就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 我不是 我是為了安撫你 而去 而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 好吧 那我們今天情緒還不錯 就來吧這樣子 不是 可是是你先跟我要 喔 你要我就不能給 我個人 你要我可能會給 可是我不是要講這些話 就所以 你要的方式 的開始 不是 就是那 還是需要點技巧 要什麼樣的技巧 才能開始 阿寶阿寶 你看這裡有個包包 好適合你喔 真的嗎 那我們先去 再回來下標好嗎 我先讓你看我的包包 我不是那個包 我不是要看那個包 我是要真的 比較昂貴的包 是這樣嗎 不知道 有別的方法 希望你老公 聽到這一集 她就知道太太的心態了 好不好 那下一題呢 謝謝Donna的朋友 她說 請問三件課 我男友的一個女同事 很喜歡刻意的強調 她跟我男友的想法 或喜歡的東西 是一樣的 例如那天一起吃飯 聊到情人節 可以去大道城看煙火 她就說我們兩個 就是指她 她和這位朋友的男朋友 都覺得煙火不浪漫 又浪費錢 覺得不太舒服 有感覺她就是那種 喜歡刻意強調 平常都跟男生 比較好的那種女生 但他們也沒有怎樣 如果介意 反而會顯得我小氣 而當了壞人 請問如果是三件課 會如何有智慧的反 江一軍呢 她是安安 是好朋友 應該是男友的同事 男友的同事很喜歡說 我跟她是哥們 我跟她想法都一樣 可是我覺得大道城看煙火 哪有浪費錢啊 不用錢吧 對啊 那要如何反江他一軍呢 如果有一個人 常常會 我們不說老公 因為老公的同事 對老公幹嘛 我們都不在意 都可以 所以是如果男朋友 如果你的男朋友 男朋友這樣 我會覺得有點 不舒 但就是 我知道她那種感覺 就是你覺得有點不舒服 你又不能怎樣 做反應的那一種 對沒錯 所以她想要反江他一軍 小家的氣就是小家的氣 對 你不怎麼樣又會覺得過不去 嗯 那怎麼辦 那你到底想怎樣呢 那你那麼喜歡 你跟她去看啊 什麼的 沒有她就是不 她說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看這樣 如果說我說 欸我們去看大道城煙火好不好 然後呢突然之間 她的女同事就說 欸我跟她想法一樣 我們都覺得看煙火 又無聊又浪費錢 那這就 就回她 這很重要嗎 我就想要跟她去看啊 這樣嗎 因為她們兩個都不想看啊 因為我要找男朋友去看 所以我跟男朋友不去看 那你跟我講這件事情 這很重要嗎 我不想要知道你想不想去看 可是很難 很難反向這種人一軍欸 因為我覺得 說什麼話讓他難堪 連你都沒有辦法 大家都沒有辦法 我覺得如果 因為其實已經有點不高 我知道了 什麼 我們真正的目的又不是要去看煙火 喔 你要說我跟男朋友 又不是想要去看煙火 我們要去做別的事情 這樣有沒有反江一軍 是可以啦 但 我竟然得分了喔 是可以 但我覺得 那個人感覺 會講出這種話的人 他會白目到 聽不出來這句話 的意思 他就是一個失敗 就是什麼事情都會說 我也是我也是 對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所以我會 我剛剛的意思 我剛剛的處理 也可能不是挺好 但是我是整個 就是直接問 就是直接講說 喔是喔 那也不是很重要啊 喔 是喔 就是我沒有想知道這件事 就是 的確是有 你男朋友的事你都不想知道 就是 就是我不想要知道 你有沒有跟他 到底有多一樣 喔 就是這件事情 而且你喜不喜歡 我也不在意 因為我不是要跟你去看 嗯 煙火 你不去看我啊 我會失望嗎 不會啊 對啊 那所以其實是 有點挑明的是說 表現自己的不高興 喔 有點像你的婆婆 她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都說 喔是喔 喔那還好啊 是喔 是喔是你一個很 解決很多問題的方法 對 讓人家知道 你對這件事情 是我的標誌 是喔 那也不是很重要啊 嗯 但我想去看啊 然後我想說 她可能又繼續聊 喔是喔 那她也是喔 然後就啊 可是我真的不喜歡去看啊 像上次那個 我跟她聊的時候啊 那個她也是這樣 很喜歡吃滷肉飯欸 怎樣 跟我一樣很喜歡吃滷肉飯 是喔 喔 是喔 我知道啊 這很重要嗎 對啊 喔 讓她覺得她的想法 一點都不重要 你幹嘛跟我說 你要斷她的話路 對啊 就是此時就要成為一個據點王 喔是喔 這很重要嗎 這很重要嗎 然後到最後 如果她要一而再再而三 最後一句二就是說 我不想知道 我沒有很想知道啊 我不想知道 就是我沒有很想知道 嗯 你是不是 你喜不喜歡吃滷肉飯 嗯 對 你是不是跟她一樣喜歡吃滷肉飯 對 我一點都不在意 對 我在意她喜不喜歡吃滷肉飯 但我不在意 你有沒有跟她一樣喜歡吃滷肉飯 嗯 因為世上喜歡吃滷肉飯的人 很多 不去大造成 看煙火的人很多 嗯 對 你在辦公室也一樣不受歡迎吧 哈哈哈哈 沒有啊 可是因為是這個人先 她先惹我 對她如果惹 所以我們一開始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還好啊 所以她只是 你知道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瞎聊而已啊 這瞎聊就可能有一個 階段性 一而再再而三 因為這是 這不就是講話 你要跟別人有 搭上話 一定是有一個共 有一個共鳴點啊 所以她才會這樣搭上去啊 不然 我們在聊天就說 哦 你說你喜歡 我一點不想知道 你不想 你喜歡看煙火 然後難道我要跟你講說 但是我不喜歡啊 嗯 的確是啊 所以 所以這個前提是 她在不能忍受的才能講這句話 因為通常 不管 再往前 一直往前倒轉 最前面開始 當同事跟你哈拉的時候 我也是抱持非常痛苦的 同事一起哈拉 就是說 在你忍耐的點 你還是一直大家都在忍耐 當你忍耐到不行的時候 你覺得你必須要說的時候 你再說 後面這些話 而且我們情侶在聊天 你在那邊插什麼話啊 真是莫名其妙 通常是啊 那但是 但前面你還是忍耐 你只是忍耐忍耐忍耐到不行 然後你 稍微表態一點點 嗯 然後她如果還要追 她如果斷掉就斷掉 但她如果追了又追追了又追 那你才會開始真的覺得 我有點不高興 嗯 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你的方法還不錯 是喔 讓她覺得很沒趣 就是她說什麼 你其實也不是太感興趣 對 但就是 大家共同聊天的話 就是技巧也很多嘛 不一定是說 喔 對啊跟我一樣啊 那你 不會沒事 你一直這樣 別人男朋友的事情跟你一樣 這樣不是很奇怪 無聊 好啦你就試試看囉 那接下來呢 這一題她說 我最愛的神雕俠律你們好 相信你們一定可以了解 朋友在戀愛時候 遇到爛男人 卻又很難分開的那種造感 朋友跟男友相處 交往了好幾年才結婚 沒想到交往時 只覺得男生只對自己很節省 也不會影響兩人相處 結完婚之後 男生抠門病 突然大發作 AA制就算了 什麼都只想要最便宜 只要對方不合他意 他會隨口就要提離婚 例如想買掃地機器人 就說女生很愛亂花錢 但是雙方都是有財力的 導致朋友很煩惱 因為才結婚半年多 對方就變很多 其實朋友心裡 還是很喜歡對方 也放不下 應該是不想離婚 我不敢隨便給別人建議 但是真的很心疼自己的朋友 請偉大的三位給我解釋 如果是你們會怎麼做呢 另外想請問 工程師知道怎麼樣 在婚前避免遇到空門男嗎 為什麼要問工程師怎麼知道啊 因為他是男的嗎 是有個集散地 說你要避著那個轉角 要避著那個 要避著那邊走 我們都在那邊體位 那邊路口常有社會 去查某一個社群 他有沒有在那社群 空門男社群 對啊什麼意思啊 不知道欸 工程師知道 你怎麼這樣婚前避免遇到空門男嗎 其實看他婚前對你的態度 應該多少 我覺得常常出 他說婚前還好 婚後才突然變得很空門 婚前只覺得男生很節省 不影響相處 對啊 沒有我覺得這是濾鏡關掉了 你的戀愛濾鏡沒有而已 對啊那是因為這樣 那再來就是 你可能要看他的摳門是摳在哪 不是不是摳在哪 是摳完了會放在哪 就是說這摳完的錢 是我們兩個共同的 一個什麼基金 要買房資或是什麼的 如果他就是摳進自己的口袋 成摳門 對然後叫你一起吃苦 他就AA制 然後還比你點最便宜的這樣子 之類的 嗯 AA制最便宜 我認為這是你朋友 是你不用太煩惱欸 因為你朋友還是蠻喜歡他的啊 看起來你朋友也放不下 他有一天他就會習慣這種 空門的生活吧 他有一天他就會寫 寫信來問我們 他有一天他就會寫信來問我們 他有一天他就買房子了 對啊每天 他就說我喔 我在家啊 對啊沒錯 有一天他就買房子啦 也許啊 就有什麼你管人家 其實那是他的事情欸 他有問題會來問我們 你覺得很難過 但是其實他跟你 也是素素苦而已 他一定可以忍受的 會不會他就是他朋友 喔 就是我有個朋友這樣子 沒有這種事情 也不是什麼講不開來的事情 我認為他就是他 他不是 他不是他真的是朋友 我認為他真的是朋友 他就是看得很難過啊 看得很難過 我知道有些比較有正義的感覺 或是你有時候看他就是覺得 啊你怎麼老是在那邊繞圈圈 沒有可是我覺得他不介意 可是真的就算了 他喜歡在那個圈圈圈 對 他當下他願意他樂意 他也許會改變他自己的人生 變成一個空門 對所以你要想說 如果他沒有他還 你看他這樣你很痛苦 結果他還沒有你痛苦 那你何必呢 對啊你何必 對啊他自己搞不好沒有那麼痛苦 是啊 哇好棒喔沒有掃地機器人 自己掃地很運 運動的量很大這樣子 之類的 或是他還是想要下宇宙下訂單 從有一天就會中獎 中到掃地機器人之類的 不知道你不用管他那麼多 所以就沒事啦 對沒錯 所以他只是想問到 怎麼避免在結婚前 就知道空門欸 我覺得稍微結婚前 你覺得有點 他還有一點點節省的 婚後都有可能變空門 對啊很有可能 而且婚後 像我我覺得我老公 婚前就空門 但婚後更空門 這樣子 那你會覺得很痛苦嗎 你會習慣了吧 久了就習慣了 沒有因為後來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是想說 要多存一點錢 那你就存錢 我覺得存錢也沒什麼不好啊 對啊 他如果摳起來是存起來 那也沒什麼不好啊 你可以轉換你的心態 他就是想要存錢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好 他為了說不定有一天 他就是買了個房子了 他說阿寶 他摳起來然後 我買心包子囉 然後花八千八去買那個 演唱會最棒的位置 可以嗎 可以阿 人情寶就是這種人 可以阿 人情寶自己是這種人 他喜歡阿 他想要把錢花在他想要的地方 而且再來就是我 基本上我不會管我 我不太會管我老公 我花什麼錢 因為你怕人家要管你 第一個 我怕別人管 第二個就是 這是他自己的賺的錢 嗯 他如果真的要拿去捐掉 或是什麼 什麼叫燒掉 我也的確 我希望他不要這麼做 但我沒有辦法 對 沒有辦法指使你該怎麼做 但是我 我覺得應該還是 這些都是出自於溝通 對 我希望你不要這麼做 這樣是不好的 你知道嗎 喔 昨天他燒錢是不好的 好 那我不燒了 那應該是這樣阿 你今天連你自己的另外一半 這樣你都管不住了 何況是朋友的另外一半呢 你就是小心一點 如果你現在交往的對象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這種 扣門的男性的話 你現在交往的對象 稍微對你有一點 比較節省的態度 你就要知道他不會是 那你也不要找一個揮霍的 好嗎 對啊 沒錯 我這樣如果扣門跟揮霍 那怎麼辦呢 如果揮霍他有錢 我也覺得無所謂 他對 他要很有錢 對 如果他有錢 揮不完 貨不完 對 沒錯 可是反正這都別人踏實 我只能說 你這個人呢 一定就是沒有遇到 你的那個愛情有問題 如果真的有的話 你覺得這個人全方位的好 他就是有一點點扣 你還是會忍的啦 對啊 對啊 每什麼 不要管別人的事情 奇怪兼 怎麼這麼想唱歌 什麼 你開始說 soiwon 你跟剛剛有關係 那是什麼 祸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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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禰祸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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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quote 我就对于 对于歌曲的敏感就很低 不要唱整晚 我们不要唱被人家抓的 好的 来谢谢 你结尾上这两次都 而且我之前真的没有搞 我现在已经习惯工程师结尾了 我不是故意没给你看 我真的没有搞 大家凭着记忆说出来 蛤 怎么办 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 那我们三个 各大平台 都可以收听到 笔友情红灯 不管你是 不管什么样 长的扁的 男的女的 都记得要帮我们按 按赞 赞 订阅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 没有 没有小铃铛啦 还有呢快点啦快点啦 给我们五星评论 不要记得不要忘记五星评论喔 对谢谢大家 好就这样 拜拜 大 感谢观看